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工具 这个工具呢是用来抠图的 呃,抠图效果确实非常的不错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安装包啊,900多兆 非常的小啊,大家自己下载 然后解压之后呢,我们还是启动 啊,这边已经启动了,点一下 啊,这个是我们的使用界面 看一下 呃,这边呢有个视力图 我们直接用它这个 大家看这个图片呢,这个颜色非常的接近 这个蜥蜴吧,这是 这个身上有这个这个色彩 然后跟这个后面这个树啊 还有这个叶子,非常的接近 所以这个,你要 一般的抠图工具呢,它可能抠出来效果不太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直接点那个提交,我们直接看效果 好,出来了,大家看这个 抠图效果,呃,确实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棒 呃,它把这个,不属于这个 蜥蜴的东西呢,已经全部去掉了 不管是叶子还是树干的,那么这个项目呢 没有使用到显卡 它主要是用这个CPU来运行的 基本上来说,只要是条电脑 那么这个工具就可以使用啊 这也是为了方便大家来用 然后我们再来画一张图 我这边呢,还找了一张图 这还有一张图 大家看一下,这个色彩呢,呃,也是啊 非常的接近 蝴蝶嘛,对吧 在一个树上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扣图效果怎么样 它这个使用CPU的话 这个扣图效果稍微会慢一点 但是,适用性比较强 好,这边扣图效果 就大家看到了,是吧 这个扣的非常好 几乎是没有问题的 比较完美 那么这个工具在扣图方面呢 确实已经做的是非常好的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 扣图这方面有需求的话 那么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工具 效果确实不错 好,大家拜拜